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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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台中Glase Hair 創辦人,我叫Hiromi 今天會帶來兩款 今年比較流行的 減染趨勢 等一下就要開始操作了 謝謝 這是我們今天操作的第一位Model 他現在的髮光是 這幾年比較流行的光線 帶一點霧色髮調 人色系髮色的 那我們今天會把它的長度 設定在極尖的位置 把瀏海的部分增寬 眼睛的部分多做一些線條的部分 然後顏色上除以的部分 我們會像今年開始 慢慢流行的滿色調 但是還是會帶有點粉粉的感覺 我們現在先把整個輪廓區都分出來 等一下我們會先設定輪廓長度 還有側邊的眼睛輪廓 那瀏海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整換一點 那目前來講的話 他側邊的部分的話 因為這裡 他整個擋住臉頰 我們會把這裡的頭髮 再稍微縮短一下 讓他鼻子跟臉的距離 也會拉長 看起來鼻子會比較立體一點 因為沒有要再鼻子 出的部分 換一遍 用這個設定 把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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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非常昏迷 把她的部分 把她的部分 也會拉得更好 就設定在剛好會碰到肩膀會翹的位置的地方 我們會先從前側開始做長度設定 剛好設定在放掉自然垂落在肩膀位置會微翹的地方 在後面的部分的話我們就會剪比較偏方形剪彈 很多人會覺得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外翹的髮型 它需要剪比較輕、比較高一點的層次 我覺得上傳外翹的髮型在邊緣廣的部分 可能都是接近零層次的部分 那我們近期來講的話就是 這幾年我們都是流行比較低一點的層次 那我們預計今年會開始慢慢流行出 比較一些高層次的剪彈 那重心位置會設定在頭骨下方的地方 那不管你是長髮或者是短髮 都會有很明顯的頭型的感覺 像這樣子前面這裡有一個重心 自然把尾就是你不用任何摺頂就會有外翹的感覺 這裡會有一個蓬度下面會有 就是有點像一支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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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會從前面剪層次回去 讓整體的重心還是呈現由前往後的感覺 我們是法剪裁完的時候 就是在後腦肓部分有一個很明顯的重心 那在後腦肓部分有一個很明顯的重心 在髮尾低層色的部分 因為它自然垂落在肩膀之外 還有明顯的外敲 那跟之前比較流行的外敲髮型 是比較平面 然後在外敲出來的髮型 是有明顯不同的 我覺得今年會多增加了很多層次的元素 容易展現出今年很流行的髮型 從正面看起來的時候 它這裡是呈現一個S的感覺 那從側面的部分的話 它也有很明顯的S的感覺 那跟中心的搭配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在1比1的部分 MARGO目前的髮色 是比較沒有偏色差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建議我們會 嘗試一次上色 那我們會先使用12度的灰色 把明度拉高 然後用8PINK的彩度 讓整個顏色呈現一些比較粉嫩的感覺 那再加上一些灰色透明鏡 讓整體的霧感就更明顯一點 那我們等一下的比例 會是2比1低 然後6%霜水涼配 現在造型完成之後 我們會先使用壁拳的造型 那在原本光線藍的部分 跟原本比較偏冷色調的部分 現在已經轉變成比較偏冷色調 那它冷色調沒有非常容易 那調染部分 原本光線藍的部分 看起來會變得有點粉粉的 我們完成了今天第一款髮型 那在前側部分是屬於比較 點擊線條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在後面的部分 就是呈現一個外俏 那在頭的中心位置的部分 會展現出它的重心位置 這兩邊的比例 就是大概是1比1的位置 那我覺得這是今年 會很流行的一款髮型 一款髮型 像攝影機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